年消費多少適合用ANA旗幟卡 這題我們要回到里程了 不好意思 里程你如果要入里程坑的話 這也是里程卡 這個也是里程卡 我非常建議你就是至少要年刷50萬 全家人的消費年刷50萬起來玩 你累積會比較有感 因為不然的話你的累程可能還不到 你就要繳第二年的5千塊年費了 不然的話你第二年又要繳8千塊年費了 你真的覺得你有辦法 你口袋有那麼深可以一直把錢套出去嗎 我覺得這對一般人來說是很困難 連我每一年要續卡我都會掙扎半天 就我要再去想說我去年到底有沒有刷那麼多 要划不划算 如果不划算就是真的就可以不要使用 因為畢竟我一張正卡8千 一張副卡4千 然後兩張副卡就要8千 我一年我在ANA上面的免費就是1萬6 這真的是很高很高很高的一個負擔 所以大家一定要特別去算清楚說 你找這個年份你拿到的東西划不划算 不划算就不要續卡 這真的是要為止 要講解一下 這真的是要為止